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间恶魔 1994年 孙小国伙同其他四位社会人员 强行掳走两位女生 进行强奸轮奸 事后孙小国因犯强奸罪 被捕入狱 被判刑期三年 可判决生效后 孙小国的母亲和继父 却通过伪造病例 在这段非法保外就医期间 孙小国还多次侵犯未成年少女 甚至当街强奸女性 特别是1997年的某个晚上 孙小国一伙人非法拘禁张某 这些女性朋友 用烟头烫他们的手臂 拿筷子夹他们的手指 甚至还把牙签刺入其隐私部位 他逼迫张某咬住大理石茶几 然后猛击他的头部 致其昏迷 事后其同伙还解开裤子 尿在张某脸上 1998年 孙小国一审被判死刑 二审又改为死缓 其母亲及继父还供过违规再审 将原谅刑改派为有期徒刑20年 最终让孙小国蹲了不到13年就出来了 出役后的他顶着李林辰的名字 继续逍遥法外 开豪车 住豪宅 日子好不快活